1 2 1 Go 宇淑德老師 當年在這種交通不便的這種情況之下 他一站一站從台北這樣走一遭 李老師對音樂的真跟他的熱愛 他的那種原格 他的堅持都是讓我們變成在學習上面 不能妥協 不能隨便的重要的一種態度 其實李老師就是一個從小應該就是真的很追求自我的人 老師是進師大的時候是美術系後就轉音樂系 然後我也知道說他後來出國的時候其實家裡應該不是很贊成 然後他就毅然決斷的 然後就去新英格蘭學院就這樣半工半讀 然後就七年然後才回來台灣 台灣的音樂史尤其是小提琴歷史當中 他應該是算是第一個到美國去學習 非常的紮實的這樣的一個教育 所以他所帶給我們的一個觀念是前所未有的 你一方面要給他們有快樂 然後從那些東西他們會得到很多人生的意識 一定要給他有一個快樂的日子 那他的耳朵是非常非常靈敏 那他也很會鼓勵學生 林昭亮 胡乃元都是他很小的時候帶的 然後他們出國去了嘛 根據每一個學生的程度給予該有的這個曲目 他會覺得說每個人有每個人的個性 所以在音樂上面比較不會說要大家都拉成同一個樣子 他是認為說我們演奏的人是介於作曲家跟觀眾之間的一個媒介 所以他會有一個基本框子在那裡 可是之後其實就是你個性上的展現 除了上課之外 你會覺得說老師好像跟你是朋友一樣就是打成一片 是一個很開朗 很直接 很不會掩飾自己情緒的一個老師 他會帶你去游泳 然後帶你去旅遊 可以跟你玩在一起 有時候小朋友還鼓勵說你偷喝一下啤酒沒有關係 換這樣不夠開朗 不夠好爽 音樂搭起來就便便扭扭的這樣子 現在當上老師之後我會覺得他這種老師對於我來講 有很大的一個啟發性 變成我們也是老師有時候 變成我們也是老師有時候 我們當然每次都會笑說 李老師指了一輩子 後半輩子 然後常常都沒有預備拍 然後就這樣就下去 就會講說 指揮 指揮就是天生的音樂性就會指了 你們都說我隨便指 然後可是我帶出來的音樂就是跟別人不同 他的一生就是奉獻給所有的學生 培育下一代的這種毅力是讓我們非常的欽佩 他真的就像是我的親生母親 教我很多一個非常重要的 MOTHERFIC的祝福老師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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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